大家好,我是阿健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把面粉倒到鸡蛋里面就那么好吃 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我也是跟着隔壁饭馆厨师王爪勺偷偷学来的 爱吃鸡蛋的朋友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盆 往里面放入15个新鲜的土鸡蛋 因为土鸡蛋的蛋黄比较大 它的口感也会更好 接着往里面加入两小勺食盐 如果大家发现有裂纹的鸡蛋 一定要把它挑出来 接着往里面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清水一定要多一点 给它没过鸡蛋 然后戴上一次性手套 用手慢慢地给它搅拌 使食盐融化 食盐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没有经过处理的鸡蛋壳 可能含有沙门氏菌 或者是大肠杆菌等载体 看似密闭的蛋壳 其实也布满了肉眼看不到的气孔 大量的细菌会通过气孔 侵入到鸡蛋壳内部 所以我们在烹饪鸡蛋的时候 都需要小心仔细地把它清洗干净 像这样一个一个的用棉布 给它擦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然后给它放到盐水里面 浸泡个五分钟 用盐水泡过之后 细菌就不容易粘在鸡蛋壳上面了 然后将盐水倒掉 再用牛豆的清水 一个一个的给它清洗干净 大家不要大意 清洗鸡蛋的这个步骤 非常的重要 只有这样处理好的鸡蛋 我们吃的时候才能够放心 以后我们用鸡蛋做美食的时候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清洗鸡蛋 鸡蛋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给它放入大一点的盆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150克的面粉 我这里一小勺大概是50克 我们需要往里面加入三勺 面粉 面粉 无论是低筋 或者中筋 高筋 都可以 全部倒好之后 我们把鸡蛋 像这样 放到面粉上 给它转动一圈 让鸡蛋的表面 裹上一层 薄薄的面粉 这样可以使鸡蛋 表面形成一层 保护膜 把所有的鸡蛋 都像这样 滚一圈 像这样 就可以了 全部处理好之后 我们给它装入一个漂亮的盘子里面 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 盘子一定要保持干燥 不能有水分 全部做好之后 我们先给它放一旁 备用 然后 在剩下的面粉里面 再加入150克的面粉 10克的5香粉 10克的13香 30克的食用盐 食用盐 一次给它加足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 才会比较入味 再往里面 加入250毫升的凉白开 再用我家祖传的筷子 将它们搅拌均匀 一定要把调料和面粉 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把它搅拌成一个非常浓稠 没有颗粒的面糊状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把 裹好面粉的鸡蛋 一个一个的 给它放到面糊上面 然后将鸡蛋 给它滚动 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糊 用面糊来取淡红泥 取材会更加的方便 操作起来 也是特别的简单 像视频中这个样子 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腌鸡蛋 熟称 咸鸡蛋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用鸭蛋 或者是安全带 来代替 它是一道 城乡民众 都非常喜欢的 简单食物 做法 也是非常的简单 只要家里有鸡蛋 就可以做 像这样 全部都做完之后 再准备一个 无水无油的容器 然后把裹好面糊的鸡蛋 给它放到容器中 这里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这个容器 一定要是 无油无水 不然的话 做出来的成品 鸡蛋容易坏掉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给阿剑 点个赞 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您的每一次点赞 和留言 都是对阿剑 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 一路以来支持 与陪伴 全部摆好之后 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冷藏 腌制个十天 就可以闻到一股 淡淡的咸味了 我们在腌制二十天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它 放到太阳底下 给它曝晒半天 这也是咸鸡蛋 出油的关键步骤 经过太阳 曝晒的鸡蛋 鸡蛋中的一部分水分 会蒸发 使鸡蛋 出更多的油 腌制好的鸡蛋 我们直接用清水 把面糊给它冲掉 也可以把它蒸熟 或者是煮熟 就直接可以食用了 这样腌制好的咸鸡蛋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咸味适中 香的流油 用它下稀饭 下面条 或者是下饭 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做法 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 晒太阳 晒太阳 晒太阳